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也知道这个兄弟里边啊 写了就说是这个八厕所 八女厕所这些事儿 或者是什么蹭电影杆子什么的 就是啊 写的这些事情 徐老师就对这些事情了 特别有兴趣 这两人研究了很长时间 没错 对 在大学讲堂上做了这么一次报告 就是叫什么来着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会议 是哈佛跟人大一起合开的 叫小说读法 王德威他们 陈光伟他们策划 那个会的宗旨是很好 他就是现在很多文学评论啊 都是大 画质很多大题目 没错 他呢就请了二十来个海内外的专家 一半海外 一半国内 每个人选一部作品 细读 就这样 每个人指定 那我呢开始呢 选了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又拉夫的 他说不行 要最新的作品 结果我就 红紫诚啊 什么都去南凡啊 什么很多人都去 那我就讲了那个兄弟 为什么兄弟呢 因为兄弟这个事情啊 他非常奇怪 他第一 他销得很好 销量很好 那是啊 八字所这事儿谁都敢 但是呢 国内的评论界呢 一直对他评价不高 我听说是不是他是翻译成外文比较多的 但是他翻成英文呢 销得又不错 然后成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次开会呢 他的译者也在 这个译者是一个西班牙人 现在在Duke大学教书 是王德威的学生 他是把它翻成英文的这个翻译者 那么大家就问他了 说你这个书翻 比方说你中间有些东西怎么翻啊 对不对 然后就说 为什么美国人喜欢 现在描写中国当代现实的小说啊 很少 你比方说于华的作品很多 黄阿姨也很多 但是都是写以前的 写土改啊 写文革啊 一直写到今天中国人在怎么崛起 怎么繁荣或者怎么堕落这样的作品很少 而兄弟的下部呢 正写的是这种繁荣中的堕落 或者说堕落中的越堕落越繁荣 写出了中国人的下部 写出了就是西方人 他们认为这个很写实 而且很荒诞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有些就批评呢 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有些呢 评论家是因为你知道 于华是一个很受评论家喜欢的作家 他之前的作品从现实一种 1986年到活着 许三观卖雪记 大家都是一路就要好的 那么最近这部呢 其实这些作家啊 这个都是跟评论家有些互动 基本上他们出新的作品 总有评论家说他们好的 像王毅 不管你写什么 韩少公 对不对 那像贾平蛙是的确是一步一步棒 秦枪 最近又来一步古炉 好难看 好多细节很乡土啊 照样销二十几万本 就不得了 有一批固定的读者 他真是还很难读 但于华这次不同 于华这次作品就很两极化 我在香港第一次读 因为是《红楼梦》评奖 结果他没评上 就评上了莫言的生死疲劳 我第一次读觉得他非常好 我还跟聂华林 后来跟陈瑟他们 我觉得他非常好 但这次为了写论文 我就细读了 细读以后呢 所谓细读就是写啊 就是他每一章的内容 我都给他总结啊 写评语啊什么 就读下来以后呢 就有一点 就是很复杂的感受 很复杂的感受 这个作品它的 我先讲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什么呢 因为我碰到余华 我就说你这个小说 能不能拍电影 他说真有一个人 来想拍电影 想拍电影 那个余华就跟他说 您先去问问这个管理部门 他说省得你投资 到时候这个很麻烦 对不对 我觉得他适合拍成电影 但是不适合国情 然后呢 那个人呢 就拿了个书 找到了管理部门的领导 说我这个要拍电影 那个然后那个 那个他把故事大概说了 说上卷呢 是写文革 下卷呢 是写今天 文革是大概 今天大概 那个管理部门的一听呢 说不能不能 这个上卷就不能拍了 讲文革这个就不能拍了 那个人呢 就很耐心说 您先看看 这个写文革啊 一点都没有超过 当初邓小平 他们党内若干问题决议的 那个对文革批判的这么一个 基本精神啊 尺寸 所以应该说政治是很很正确 您先看看 看完了 结果他就收下来看了 过了大概半个月 一个月 他又去找了 找到那位领导 说怎么样 能不能 领导说 上卷可以拍 下卷不能拍 我就知道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 那这妙就妙在 为什么写今天的这个下卷不能拍呢 因为下卷 简单的故事是这样 下卷他后来写得很放肆 写得很 他讲一个文革当中很受苦的个小孩 爆发了 爆发货 富了 他怎么富的呢 他卖垃圾 垃圾分类富了 富了以后 以后呢 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因为他他富了以后 他很多女人 很多女人呢 结果我随便举些细节 结果呢 有三十多岁 三十多个女的 抱了孩子来找他了 都说是大声的 三十多个 那么呢 他呢 最后在法庭上呢 就出示了一份证明 原来他当初呢 他追那个 看屁股的时候 追那个女孩子叫林洪嘛 那个人后来嫁给他的哥哥嘛 他追林洪的时候 不成功以后呢 他去截杀了 哦 他呢 当初是一愤怒之下 结果他拿出那个 截杀证明在法庭上 你看 我是截杀掉的 那三十多个女的就崩溃 对不对 那么下面的 浩斯的文人就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他就变成了一个全国出名的人了 你们想想这些事情 我们想想看 有没有影子啊 这个社会上有没有影子 那么 出了名以后呢 过了几天呢 记者又不来找他了 他就有点寂寞了 因为有一度很多记者找他们 这个 这个 他又做了政协委员啊 那个光头 他说怎么回事 记者不来找我了 记者找你 不是因为你搞了多少女人 也不是因为你多少有钱 而是因为你有争议 你有事情说 记者就来啃你这个骨头 你有故事 你有故事 你现在故事完了 大家就走了 那里光头说 不行 我还要有故事 我得做一个骨头 他这个是非常讽刺的 那余下来他编个什么故事呢 他就组织了一个全国处女大赛 小说当然是非常漫画化 说我们有上千个人来 最后我们选到一百个 那么所有这些处女呢 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装的人工的 然后把十个评委都睡得一塌糊涂 然后他自己呢 又睡到那个处女呢 其实那个处女是生过孩子的 等等等等 就是这样很漫画 有些地方是缺乏节制 就像他前面看厕所一样 我都觉得 这个男作家呀 写起性来 好像经常性的特点 就是缺乏节制是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有的人不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风格 就是这样 他整本小 上下卷的小说 本身就是漫无边际 你觉得他写到 就他收不回去 就那种漫画画到 有时候为什么 他的评论那么两极啊 很多人就不喜欢 他的漫画到过了头了 就过头到一个地步 你开始很难判断 这能不能够叫做 用严肃小说的方法来看待他 或者说他说已经写到自己都乱了 就写到一些地方 他自己写过瘾 就一下也写婚了 然后也有人说 写这些写这么多 这么细 那纯粹是一个很商业的一个考虑 等等等等 这负面评语当时非常多 但怎么看呢 咱们广告之后再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风日晨 叫藏陈阳 经典江湘 喜酒叫藏一九八八 好 问题是徐老师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作品写的还是不错 它那个黑色幽默这种夸张啊 虽然有缺乏节制的地方 我做评论必须这样讲 但是它还的确写出了今天中国的一些非常 它里面其他的人物 这些悲情人物都不重要 还就是这个李光头很真实 我总结了一下 它后来为什么会成功 我觉得它基本上靠四个东西 第一个它暴力 它打人非常厉害 这个呢 流氓手段 打人为难 这个呢 它的上卷里边 整个文革被它简化成三样东西 他把性压抑这个成分 讲得非常非常大 为什么那些人要用畅横来黑打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打 其实都是普遍的性压抑 所以到了后来 李光头在文革后出来的时候 他也是强调他的两点 他看到坏人就打 不喜欢的人就打 然后呢 他性能力过人 这个特别强调 说他所有的女人 跟他睡过以后 都是死里逃生 说后来他喜欢的女的上来 一下子就是四次 他逐次逐次描写的非常详细 这种对于过人体力的 这种渲染啊 跟文革当中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 我看这不但跟文革有关系 这直接上乘金瓶梅呢 中国写这种性小说 包括肉谱团啊 一般都是夸张男的 这个吃饱家伙 就是啊 就是女的 哎呀 要死要活 受不了了 第二 他呢 不会说什么 没什么文化 说话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毛语录 他一来 求爱不成 而今脉步 从头月 这说明天 我们就去哪里了 他说我要进城做生意了 昆蓬展翅 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 你知道他 他用了大量的毛的这个语汇 我不拿庭中心阵线 那是啊 因为你仔细想 这也有一定写实性啊 因为那个时代的人过来 他有他最有文化的句子 的确是从从毛那里来的嘛 对 我早就 我有一个这个偏激一点的看法 我觉得啊 我们这个中国人就失掉了自己的语文 但我这个话讲的太简单了啊 就是说 很多时候啊 你看 我们从小在一种文化下 一种媒体标准的语言下长大 使得我们呢 就像我跟你讲那个注明事 我说 你难道说连卖东西 我到一个乡镇去 那个店铺哈 他都是用这个中央台播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声音 高亢的 来说一个打折的货哈 这是什么什么 跳楼大减价呀 跳楼大减价呀 快来买 快来买 他你知道吗 他没有了自己的腔调了 他是受这个整个这一套文化的影响 其实你注意看我们身边都会认识不少这种朋友 就是像李光头这方面像他的人物 一些财主 一些富豪 对 你发现他们说话都有点毛的味道 然后而且呢 我觉得毛泽东是他们这一代人呢 是他们唯一所知道的一个做领袖的方法的示范 没错 他当然不是国家领袖 他领导一家公司 一个企业干什么事 他唯一想得到 因为领导这个东西你要有模范 小时候比如说你崇拜丘吉尔 你崇拜谁 然后你想学他 那我们也曾经有一整代人 或者一两代人 他们从小知道的唯一一个领袖 就是毛主席 你见过这样的做生意人吗 太多了 他旁边就带着武警 假的武警 没错 对不对 军人就这么陪着上来 然后穿一军服 穿那个中山装 穿得好好的 生意做得很大 现实当中有真的吗 那胖了的诈骗犯 就是每次跟人吃饭 身后两个军人嘛 然后说 这是中南海的领导 担心我的安全 派他们警卫团的 平常得跟着我 都是这么怕诈骗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他的夸张 是有现实基础 对不对 我们的生活更有信心 因为生活本身已经很夸张 还有第三条 机会主义非常灵活 很聪明 做事情很手段 当然 这一条也很重要 他在里边 他怎么利用关系 利用这个也很 还有最重要的是第四条 就是发动群众 这个小说里边 我注意到一个叙事者 他反复重复 他当他讲到众人 大家 他从来不用 他用同样一句话 叫我们留政的群众 我们留政的群众 他反反复复用这么一句话 什么事情了 我们留政的群众可不这么看 我们留政的群众插嘴了 后来我问那个美国人翻译 我说你怎么翻 他说开始我们没翻 我们觉得他很啰嗦 后来余华提意见了 说这个你们要翻出来 这是我是特地的 但是他们还是翻不出来 他们翻出来 为留政 为留政people 就群众这两个字 英文里面没有恰当的字 来表达他这个意思 他又有庸重的意思 鲁迅批判的庸重 又有革命群众的意思 又有一个大多数人民的这个意思 这李光头的成功 所以其实我看那个小说 我就看今天社会 所以他们大家觉得不高兴 我说有什么不高兴 你看看有钱人很多 真的是这样 到处喜 足欲喜欲 人欲横流 难道还少见吗 对不对 温道的见闻如何 我觉得这种人太熟悉了 所以当时我虽然嫌这个小说 太漫画 有点太过 但是问题是 我反而有时候会反过来 这么看这个小说 因为我 我对这个小说 没有别的人说的那么坏 别的朋友 但是我也不至于觉得 他太出色 理由恰恰在什么地方呢 恰恰在于 我觉得他就是很活灵活现的 写了这么一个人物 那然后呢 我我总是在问 那然后呢 好像又没有什么了 就这个人物本身 这种人物本身 我觉得很常见 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 很多么特别的一个人物 因为我们认识一些 比如说做生意的 发了财的人 其实真有不少是这样 但我觉得奇怪的是 今天我们常常说什么 中文没文化 什么 主要一个理由就是 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反过来讲 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外国人会很喜欢这本书 是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很熟悉的 尽管被夸张过的这些人物 场景情节 外国人到今天 在中国文学上 可能还读的很少 在这方面 他们有一些是 我看过这几年 有些老外 在中国住了几年 然后写他们自己 在中国的建文 他们会触及这些部分 但是不够淋漓尽致 不会那么倒肉 没有中文自己写 那么达到那个骨髓 但是这也反过来讲 就当代的中国小说 要描写这样的当代现实 也的确少 对 就连 不要说翻译成英文 就中文本身 对 你对比其他作家 你还没有这样直面 目前这个现实 没法 这个堕落的繁华 繁华的堕落 我呢 不喜欢的地方 是觉得他文字 缺乏节制 而且呢 他这个喜剧跟悲剧 喜剧人物 悲剧人物 当中有点不大协调 有些地方有点 但我喜欢他的一点是 他写出了今天的荒诞 跟昨天的荒诞之间的关系 就是文革的那个 那个 因为他有个哥哥 他这个里边呢 他有个父亲 那个都是正面人物 他们都是被毁掉的 他那个哥哥 在里边呢 有个情节啊 他文革以后 他这个老实的哥哥 就很惨 他就找不到工作 他得到了个美女 可是他找不到工作 他里边 我觉得他把它写得 有点过分 他出去推销东西啊 他就装假凶 你知道 因为为了推销 在一个骗子的鼓道下 我觉得这个情节 是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我后来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我一直在想 兄弟兄弟 我本来觉得是文革是凶 今天是弟 后来我觉得 他的象征意义是 我们的传统道德是凶 人的欲望是弟 这个弟很容易解释 这个弟弟 从文革到今天 按得到明的 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 但这个凶是什么呢 我后来才搞明白 这个凶就是指他哥哥 那个假凶 就是那个 那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最后总结出来说 凶是假凶 弟是真弟 江江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这条河 这个镇 创造了中国 酱酒传奇 古镇老酒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酒 我想我现在啊 可能已经跟写 当代现实的小说绝缘了 没了这个缘分 为什么呢 你看我就说 当我看了这个小说的时候 你说的对 对 他写的就是 当今现实当中的人 我还看过很多个 这样的小说 但是我一看他面熟 因为这种面熟啊 我不想再往下看 你明白吗 就是啊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对 我见过 他写的挺真实 没有兴趣 他不让我引人入圣 你知道吗 就是他不让我引人入圣 就不给我继续阅读的兴趣 因为这样的人 放下你的书 我眼睛看见了 我今天晚上吃饭 就跟这样的人吃饭 我何必看你的小说呢 所以这些是一个问题 真实的 就是我所知道的 比他这个书里 写到的 更荒诞 更真实 就二月队更荒诞 和更真实 更过瘾 甚至更鲜活 所以我在看书里 他们没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 文学观是怎么回事 按说写社会现实的 可能说我怎么一看三行 这是社会 那行 这个你就提出一个 非常深的问题 就是文学 除了反映现实 像镜子一样 他这个功能 是不是只能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很受局限 就是说 所以也不一定 因为他还可以提出 他的一个看法 就是现实何以如此 而且或者现实里面 会不会有很多 我们平常在现实生活中 看不到的皱褶 你说的皱褶说的好 但这个东西 它怎么样把它处理出来 这就牵涉到大家的功力 而且它非常困难 所以为什么当代的 中国小说家 你们注意一点 就像非常直接处理 最近十年 大家面对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的住房问题 就这种东西 医院医疗问题是有 但是真正做的十分出色的 并不多 就是这个理由 因为照我看 还是写表象 写了很多真实 但是还是写了表象 我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就像这个什么 你说这个兄弟 这个 他内心我觉得 如果是个真实的人 他有些什么 像文道说的 皱褶 围曲 或者 这是他的表象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好像这个 说这个米兰昆德拉 他也写的很真实 可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耐人寻味 因为好像看到了一些 我未想到的东西 而且提出了一些 我未想到的这个问题 咱就好像 当年中国有一些企业家 好像就坐牢的那个 对吧 好 表象我们都知道 整天批这个军大衣 在办公室 世界地图前面 我们公司 怎么怎么 公司一开大会讲话 那就是全球红 对对对 就是你看 一说厂里的生产计划 就是这场战役 对 可是 他的心里是什么 我仍然觉得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文明喜事录 还是有个好处 就是 因为他让我们 这上下 都没有 有个好处 没什么 多数 我们下来 我 这下来